哈喽大家好,我是刷网公阿旺 上期视频聊了1016话的剧情 今天来聊聊1016话的细节 先简单说一下为什么我觉得大河不会上传 最重要的一点原因就是凯多面对陆飞提到了两次乔一波一 而最新话,大河再次强调陆飞就是玉田等的人 那么玉田在等谁呢 这个在968话中有表示 玉田说等乔一波一出现,河之国必须开国 也就是说,玉田已经从正面来讲 陆飞将成为乔一波一了 所以陆飞接下来在成为乔一波一的过程中 会再次经历什么古代兵器历史证文 巨大王国One Piece等等有关的冒险 那么如果看过日记,知道这些东西的大河上传了 陆飞必定会表现出相波地势对吴索普的态度 所以把这里的剧情可能是大河被邀请上传 但是他自己主动拒绝了 然后我强烈建议大家再自己看一下1016话 大河说的是他要和陆飞一起出海 和陆飞一起出海不等于登上桑尼号成为船上的伙伴 兔子和陆飞一起出海了吧 佩德罗也和陆飞一起出海吧 甚至大恶人凯撒也和他一起出国海呀 还有大船团的那些人们啊 都可以说是和陆飞一起从德岛出海的 那就有人说你这是咬文桥的啊 抠字眼啊 还有大河之前不也说过上船吗 没错啊 在985话啊 大河说既然你是艾斯的奥斗斗 一定会让我上船的 但是吧 这里的上船呢 就和我说的上船呢 就不一样了 当时啊 大河是被囚禁啊 是想搭上这个船呢 去海上啊 离开这里是想自由 所以啊 这个上船呢 根本就不是我们理解的那个上船 总之吧 我是非常的啊 狗咬屁股啊 肯定大河绝对不会成为陆飞丧尼号上的伙伴 这点呢 我可以赌100个俯卧生啊 对赌的可以在评论区里抠个1啊 接着呢 1016话的第二点细节啊 就是老太太转周波前三两声的她呀 可不是一般人 她可是之前出现过的妈妈桑 第三点细节呢 是小孩子啊 现在表现花猪大家玩得很开心的状况 是为了后续鬼岛降临时的啊 恐惧形成巨大反差啊 这些小孩呢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作者啊 很擅长用小孩的哭泣丢失来营造绝望古剧的氛围啊 比如得到时啊 就因为城镇的大乱套啊 就有一个母亲在找穿着大雄T恤的小孩 后来呢 得到平复之后啊 果然又出现了这个 穿大雄T恤的小孩啊 平安快乐的笑着 哎 这个彩蛋很稀吧 这也是啊 海贼漫画的魅力之一 当然了 这是很久以前啊 我在视频里向小伙伴们问的啊 还是很稀的你们告诉我的啊 不过啊 你们却经常在弹幕里啊 他说自己不信自己错害 这简直就是牵着老黑的胡子上船啊 谦虚过渡 第四点细节啊 是小男子啊 只是和大田狗在一起没见到日和 而日和与小男子呢 是在945化时分开的 然后在前年初的955化 何松说过日和在一个安全的地方 后来呢日和就再也没有上线啊 这说明日和大概率是来到了鬼之岛 所以我之前猜测的啊 这个给九霞包扎的黑影啊 就是日和 接着啊 是第五点细节啊 就是个龙套了 这个大和尚啊 是比较明显的龙套 在920化出现过 后来也已经出现了很多次了 他们啊 都是五十方的得力干将 第六点细节呢 是宝皇啊 乌索普大神啊 真是气死小大丘啊 不让骨头算 啊又在战争中啊 立下奇功啊 然后从宝皇的动作啊 和被乌索普抓住的情况来看呢 基本可以实锤啊 他是个小恶利 不过我倒好奇的是 他这个能力啊 还有福兹福的胸前啊 也有个类似的眼睛啊 不知道这是个什么安排 难道福兹福啊 会是宝皇他哥哥吗 还有啊 直觉上讲啊 宝皇的面具之下 或许是不认知识的 而且啊 总感觉福兹福和宝皇 这二位背后的故事啊 比较凄惨 第七点细节呢 是宙斯 本以为啊 他只是简单进入了天后棒啊 没想到这里就是注入灵魂呢 竟然是和天后棒合体了 想必大妈当时啊 只是抽取了灵魂啊 随手这么一扔 哎 以为赫拉直接啊 就能吃了啊 谁成想啊 赫拉吃的是纳美的小黑球 来大妈还误打误撞 帮纳美升级了武器 所以啊 不得不说啊 这个情节啊 安排的真教是 蒙僧的家呀啊 妙啊 而且吧能够自主战斗的武器啊 对于呢 来说啊 起码提升了十倍的战力 但是更有用的是 宙斯和大妈混了那么久了 他是积累了很多战斗经验的 啊 那么这点呢 可能更有用啊 第八点细节呢 还有六子这边 黑玛丽啊 难道他们是许楚上人吗 真就录过一啊 啊 左左目变回的人形啊 看着他和弗兰器打的比较胶着 至于福字符嘛 我之前分析预测他与圣平的战斗 啊 还有之前啊 为什么特意强调 他说他见过秋海时期的圣平 感兴趣呢 可以翻译一下往期视频 然后是啊 第九点细节啊 就是小玉的团子啊 不是吃了就生笑的 而是啊 等待小玉的命令 哎 这个大猩猩呢 在上一话中啊 还和这个武士在战斗 但是这一话中呢 那smile刚听到小玉的声音啊 就是这个表情了 那么小玉下命令之后呢 也可以想象到 有实力的smile们 将背叛百兽团 这对于百兽团呢 是个大灾难了 因为啊 会场层的愉悦者啊 等待者啊 已经被奎音这个憨憨啊 给作没了 smile如果在叛变的话 三灾和剩下的三个六子啊 很难招压这么多人了啊 不过有趣的是 如果这些家伙牵制三灾六子啊 阿卜和蛮霸者什么的 那么草猫团的啊 十个人就可以去拯救鬼之岛 去打凯多了呀 哎 这不就暗和了 石副人天罗九重影的预言了吗 那听到这有人要吐槽的 哎 你还专门江海贼呢 草猫团现在算上圣平啊 是十个人了 怎么会暗和九重影呢 哎 因为山智会隐身呢 哈哈 这个说法呀 是这个直播时候啊 粉丝说的 我觉得很妙啊 所以我在这说出来啊 就是招访员干兼职啊 借个光 哦 好